3月3拜宣言 3月26日,庚子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正皇帝故里举行 仍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 以长江黄河共战役,宣言皇帝幼中华为主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的拜祖大典全新推出全球华人网上拜祖起伏互动平台 清晨和煦,皇帝故里齐帆招展 上午九时三十四分许,拜祖大典正式开始 延续秀式礼炮,敬献花篮,敬手上香,行师拜礼,攻读拜文 高唱颂歌,众志成城,祈福中华,天地人和,九项一成 全球华人以网上拜祖,电视连线等线上线下,大屏小屏,互动交互的形式进行 今年大典取消外广场 大规模群众表演参与,能容纳万鱼人的内广场,也一改观理方式 在疾控专家指导下,按照人员间隔左右两米,前后三米的标准 由部分皇帝故里当地民众作为参拜人员 代表五大洲世界华人进行观理 表达对中华文明始祖皇帝的功拜 应邀参加庚子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文化学者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利波告诉记者 一个多月前,得知今年拜祖大典要如期举行,令他难以想象 但作为一名文化学者,内心也非常激动 春天如约而至,拜祖大典也如约而至 我们的战役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当然接下来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中华民族是特别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 而且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越是到危难的时局 我们往往会通过拜祭我们伟大祖先,获得这种族群的凝聚力和全民的向心力 所以在今天,在3月3,本来就是一个传统拜宣言的日子 我们在这里,在皇帝故里举行拜祖大典 我觉得在庚子年里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皇帝故里拜祖大典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全球炎黄子孙于中国农历3月3在河南新政祭拜先祖皇帝的仪式 自2006年以来,吸引数以万计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根拜祖